上一集,我们讲述了台湾第二高的高山湖泊,嘉明湖 一桩又一桩离奇诡异的山岸事件 然而,除此之外,嘉明湖还曾发生过一起 轰动一时的外星人事件 一名负责悬山的远景 意外拍到一视外星人的身影 在经过各界的多重鉴定后 正式设计了一张飞行未照的照片 让嘉明湖又夺离成神秘的面纱 大家好,我是希尔 欢迎收看本集的多时传说 今天这集,就让我为大家介绍 嘉明湖外星人事件 时间回到2011年的5月6日 任职于玉山国家公园警队的远景 陈永皇和警队同仁 组成了一支五人的巡山小队 从向阳游客中心出发 执行为期两天的立席性寻山任务 虽然已经不是第一次登嘉明湖 但沿途秀丽的风景 还是让陈永皇忍不住一边走一边拍照 壮裤的山脉和清澈的嘉明湖警 都被陈永皇用手机捕捉了下来 在顺利完成寻山任务后 大家下了山,回到了派出所 然而,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正等着他们去发掘 下山后 陈永皇将手机里的风景照 输出到电脑里 当他透过电脑大萤幕回顾照片时 才发现 其中一张在通往嘉明湖山镜上 所拍摄的照片 出现了一个半透明的人影 但这个人影的双臂 比一般人还长出许多 且手掌上 似乎还有类似蒲的构造 很明显不是一般的人类 陈永皇立刻和其他同仁们确认 但当时在嘉明湖上的大家 都没有印象 有看到一个这样的人影 这位是野生动物快速移动 所造成的残影 还是意外被拍到的外星人 随后 他们将这张照片 上报至国安局 国安局也对此感到不可思议 并将此照片 列为国安机密档案 但陈永皇早在第一时间 透过手机的通讯软体 将这张照片传给友人 经过多次的转传 这张照片传到了台湾飞碟学会 这是一个成立于1993年 由一群不明飞行物爱好者 所组成的学术性组织 台湾飞碟学会 得到这张照片以后 认为这很有可能是一张 拍摄到外星生物的证据 并开始对此照片进行鉴定 同时 也联络到了陈永皇本人 学会还找了多名精通电脑 摄影和手机的专业人士 然而 所有人都一致认为 这确实是一张 未经修改或变造的照片 但也有人认为 或许手机记忆体中 残存的影像 误指导的这张照片 但这种现象 发生了概率几低 更何况 那个不明的人影 还如此精准 在在人线上 如果是巧合 那么真的也太巧了 还有人提出另一种看法 当时 使用皇达的手机型号 是Apple的iPhone 4 而iPhone 4的相机 有一个HDR的摄影功能 使用HDR功能后 相机会连续拍摄三张照片 分别是千缺曝光 正常曝光 以及过度曝光 最后再将每张照片中 最好的部分进行合成 让亮部与暗部的细节 更为丰满 因此 当启用HDR功能的时候 手机需要更长的时间 来完成摄影 或许是陈永黄拍摄的当下 有物体快速地闪过 而造成了跌影 那么问题来了 依照比例 照片中的这个不明人影 至少三米高 而在加冥湖上 又有什么如此巨大的物体 加冥湖上 最大的野生动物 水鹿 目前发现最大的个体 体长已经有240公分 另外 如此巨大的物体 就在眼前一闪而过 为了成了黄一行人 却都没有发现 经过了一年多的调查与研究 台湾飞碟学会 在2012年的12月22日 公开发布了这张照片 一时之间 引起了轩然大波 各家媒体真相的报道 马上在网路上 展开热烈的讨论 不法执疑造假的网友 但拍摄者与其他当事人 其实在当地执行 多年的高山警察 不仅说辞可信度极高 且也没有任何造假的动机 因为拍摄此照片的陈永煌 非但没有得到任何好处 更因此被寄了一支申戒 诸位处分 同年2月 在意大利北方 一个叫莫尔泰利亚诺的小镇上 也发生了一起 外星人募集事件 晚上10点半左右 安德烈独自一人驾车 经过了莫尔泰利亚诺诺 但却在一个插入口处 被迫停了下来 因为前方的车辆都停滞不前 而当他抬头一看 在前方的道路上 有一个4米高的庞然大物 弯着腰 用双脚行走 但周遭的氛围 却异常安静 他立刻拿起手机 想要打给他的父亲 告诉他 眼前这不可思议的景象 然而 手机不但没有讯号 也没有办法使用拍照功能 在场其他目击者的手机 也全都失灵 直到那个生物离去 消失在漆黑的道路后 一切才又恢复正常 这起目击事件 在当年 可以说是轰动了全意大利 当时的目击者们 包括安德烈 受邀上了电视节目 而电视节目 根据目击者们的描述 描述出了他们当时所见的生物的家乡图 细长的双臂 纤细的身躯 以及圆锥形的头部 不管是体型或是外观 几乎就和嘉明湖上 那个被拍到不明人已吻合 一时之间 嘉明湖成了台湾的51区 嘉明湖是外星人基地的传闻 不禁而走 有人认为 通往外星人基地的入口 可能就在湖底 甚至有不少网友相信 过去曾发生在嘉明湖上的 离奇散乱和失踪案 或许也和外星人有关 而陈永黄在被挤的职业生涯中 唯一一致申戒后的第二年 便申请了退休 但他始终相信 他当年所拍摄到的照片 正是外星人存在嘉明湖 强而有力的证据 直到2016年 有媒体据可靠消息报道 国安局曾将此张照片 受到美国相关单位进行鉴定 确定是原始 且未经变造的图片 又再次让嘉明湖外星人事件 兴起了一番讨论 很有记者致电至国安局 想询问对此事件的说法 但国安局则不愿对此多做回应 如此神秘的态度 更让外界好奇 难道说 嘉明湖上真的有外星人踪迹 又或是有什么会影响到国家安全的秘密 而连样照片中的不明人影 是否就是外星人存在的证据 至今 依然是个未解之谜 或许当今的科学 仍然无法对此做出合理的解释 但相信未来终有一天 直到我们做好准备 得知一些真相时 所有的谜底 终将被揭晓 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如果想看更多都市传说系列的影片 欢迎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如果想用听的 也可以到各大Podcast平台上关注我 我是希尔 我们下次见